今天開庭就是因為 我們之前房子是1.8萬然後被執行署給拍賣掉 然後這次執行署他發現他有中道的措施之後 就把房子還給我們了 那現在變成說那個買家覺得說執行署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不能把房子給還給我們 因為這間房子是我奶奶他們從大陸來的時候 親手買的第一間房子 然後到了我這邊我真的之前看到媒體他們秀出一些假的證據 讓我看到真的刑警很差我一度還曾經 一度還曾經真的還有一點想不開 後來這件事也是 大家的幫忙 真的有你們真好謝謝你們 今天這個行政法院的這個開庭 其實是涉及到 整個案件的總整理 而且也非常 重要 也就是 行政機關 對於這個澄清系案 當時的問題 當時 是不是有違法 有沒有失職 也就是說 有沒有究責的問題 那這裡今天法官有一個重點 他要 行政機關呢 對於這個 他當時做的撤銷 派定的這個處分 有沒有做出一個 檢討 有沒有懲處 那 關於這點 以前我們在媒體也都看不到 結果今天 被告機關呢 有講 是有做懲處 也有做這個 檢討 然後 華官說那你政機拿給我看 華官就是要看政機 結果他講說 他原來的分署長 下台 就洪景明分署長下台 這個就是 懲處 那華官說 這樣還是不清楚 那質疑呢 有沒有 其他人呢 那說那個科長 科長 科研 有記 申戒 大概就是 執行官有記申戒 這個以前我們也都看不到 然後 書記官呢 這個喜帝文書記官呢 他說是有記過一次 這以前我們也沒看到 所以在法庭上 法官使我們知道 更 整個更清楚的一點 所以我覺得今天 在法官還有被告 行政執行署 還有這個參加人這部分呢 其實都很努力 那我們知道華官 他很care的一點就是 對於公益跟私益的問題 這個公益跟私益的問題 然後 這個 執行署 他們 來了幾位 其實 陳楚祥 律師也講說 他從來沒有看過 行政執行署 這個 寫的 打變狀 寫的這麼清楚 然後也很清楚 那 今天其實有個 真點 主要的真點就是 當時撤銷 拍定的 理由 那他是引這個 拍賣的公告的第五點的備註欄 裡頭有講說裡頭有這個 問題的時候呢 他就可以 可以撤銷 但是 他有講 他是講 這 滅絲等理由 其實還有其他的理由 那其他的理由 今天 被告 他們有在訴訟上 有一座追捕理由 那追捕理由呢 他第一點理由呢 是一佛滅絲 然後就是 拍賣 就是 無效 拍賣無效 第二個呢 公告的內容 有 這個嚴重的瑕疵 就是 拍賣公告 有嚴重的瑕疵 那第三個理由呢 言拍賣處分 違反 比例顏則 就是 因為一萬八 派人家的皇子 嚴重違反比例顏則 第四點呢 言拍賣呢 違反憲法 違反 兩公約 的這個意志 所以 他的追捕理由呢 更清楚 那 追捕理由呢 其實是 是 額 附帶的 其實他的 原本的理由 是講 因為 木造皇屋 滅私 滅私 所以撤銷拍賣 但是有 因為木造皇屋 標的又不存在 等 理由 所以有等 那等在這裡頭 其實 今天 就把 為什麼要 撤銷 這個 派定的理由 就寫的 寫出來 所以 並不只有 因為 所謂的 木造皇屋 滅私 就 把它撤銷 還有一個等 所以我覺得 現在 透過 這所謂的 開庭 然後延遲 然後 講得更清楚 那我也覺得 被告機關的 訴訟代理人 其實 也很盡責 也把問題 講得很清楚 那 也回答了 法官的 理由 甚至他們還講出 行政執行法第九條第二項 他會有自我審查 然後撤銷 原來的處分 那行政承維法117條 對於 自我審查以後 就 認為有 違法不當 他就自行撤銷 那第三點是 他在 108年 12月10號 2019年的 12月10號 他就是 互表的第五條 然後 他們其實當時 又講 就是因為 這邊 有聲明意義 然後他們也就開始去調查 然後有整個 裡頭也發現很多問題 其實在這裡頭 涉及的問題 蠻多的 其實 應該有 102點的 違法或不當 我想 整個來講 陳楚祥 今天也非常的認真 他還做出了一個 辯論的簡報 今天有做出一個辯論簡報 辯論簡報 其實他是寫了一個狀子 有80多頁 然後也做了辯論簡報 所以 我有詳細的讀過 這辯論簡報 其實很重要 那我想 為了讓大家能夠更清楚 應該把東西來分 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就是 程序上的問題 第二個重點 就是 實質上的問題 那第三個重點就是 所謂的 公益衡量的問題 那我想 整個案件 用時間點來探討 在程序上的問題 應該分為 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是行政執行署 對於 程序系的 執行程序 有沒有斟酌 行政執行法第九條 第二項 然後有利不利 一利注意 有沒有這個原則 這是第一個時間點 第二個時間點就是 等這個 拍定以後 讓林秀化 承買以後 他的撤銷 有沒有斟酌 行政執行法 裡頭對於 林秀化的有利不利 一利注意 那第三個點 才會涉及到 林秀化又把 這個房屋 做一個買賣 賣給第三人 就是買賣 只拿了三萬塊 這有沒有涉及到 通謀西維意識表示的問題 這是第三個點 第四個點 就進入到 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 在考量的點 應該斟酌前面 三個時間點 第一個點 就行政執行署 對於 陳清夕案的 程序 第二個點 行政執行署 對於 林秀化的 程序 第三個時間點 行政執行署 對於林秀化 把房子 作駕給第三人 那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假 程序上 要分這個三個點 而不是 我們在法庭上 不是把 林秀化 跟 陳清夕 當作 橫評來考慮 因為這兩個點 是 完全不一樣的點 那 陳清夕 當然會講是 他撕掉的是 積住正義 他房子都沒辦法住 那林秀化是說他已經買到了 已經 自己的房子 怎麼 突然之間就不見了 所以整個點應該在程序上 應該分為這四個點 所以程序上我們想 如果第一點 有問題 跟第二點 有問題 跟第三點 有問題 然後法院要斟酌 所謂的 公益衡揚的原則 那就不一樣了 所以 我們第一個點來講 在執行陳清夕的 謊物的拍賣 這個程序裡頭 為什麼 有嚴重瑕疵 現在 有人記過 有人申戒 有人 不能夠再當 行政執行署的分署長 那表示 並不是單一的理由 因為如果是單一的理由 就不會這樣做 所以 這一點 陳清夕的皇子被拍賣 最嚴重的瑕疵就是 陳清夕不知情 這個嚴重的瑕疵 然後 拍賣的公告 附近的林基 也都不知道 林長也不知道 里長也不知道 然後 第三個點 在裡頭 在整個公告程序 雖然在 中山七公所公告 其實就只有 代理七長 陳信雄 這一個照片而已 其他人也不知道 基隆的皇子 附近的里 多沒有人知道 有這件事 然後林秀化本人 也不在基隆 那為什麼他知道 那這裡就 各種的蹊跷 就很奇怪 第一個 陳清夕 及其 附近林基 還有李明 還有附近的林里 都沒有人知道 那 這個就是 很奇怪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在不知情的狀態之下 把人家 被告 還有 醫護人 起碼他可以知道 可以做 充分的答辯 或可以救濟 所以整個救濟都沒有 所以這個 非常嚴重 這是第一個 的時間點 所以 這裡頭就有針對 記住權 還有針對比例原則 還有針對 多不知情 所以 這個 監察院 他們給的評議 叫做行政執行署 施格 我是講 在執行這件案件事的施格 那我並不是在講 在法庭上 法庭上我覺得 這個律師講的 非常的好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如果一開始 是程序上 查封 是無效 有瑕疵 所以 建構在查封上 負利在查封上的拍賣 也是有問題 所以 查封如果是 不知情 無效的查封 也會影響到 拍賣的程序 的 無效 所以 對於這個撤銷的部分 撤銷這個東西 行政處分 行政處分 出銷 出銷拍賣 所以是應該屬於第二個點 第三個點 在華庭倒是沒有考慮掉 他為什麼 又把黃子 又轉賣 然後 只拿了三萬塊 然後這個 價金有問題 所以這個 很嚴重的 瑕疵 所以整個來看 我們如果 虔誠來看 就知道 這裡頭 為什麼通常拍賣程序 醫務人都知道 為什麼在這個案呢 醫務人不知道 然後這個在程序上 嚴重的瑕疵 所以這一點呢 其實是 很重要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 陳主祥律師呢 他有把這個 整理得很好 所以第一點的部分 如果 這個程序 查封對方都不知道 這個查封程序有瑕疵 而且是無效的 那這個後面 那個行政處分呢 就沒有辦法 第二個點 再談實質的部分 你把它 說是木造黃屋 可是實際上是專造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等於實質上 根本沒有辦法 締結 所謂的 這個 實質上 標地物已經不存在的 所謂的無效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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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定程序 查封的時候 所以木造黃屋就有問題 所以查封程序 就有問題 然後再來建立 這個拍賣程序裡頭也是木造黃屋 然後你又去買了木造黃屋 然後 林秀化呢 他賣的黃屋呢 是按照他的 所謂的所有錢狀 是木造黃屋去賣給人家 那 這個木造黃屋去賣給人家 這個也很奇怪 不管土地所有錢狀 黃屋所有錢狀 都是有問題 然後當然 後面 貞賤的部分 貞賤的部分是違禁 但是貞賤的部分 跟 整個 林秀化可以把黃屋賣給人家 這個也有問題 所以法院在斟酌 對於一個 木造黃屋的 實質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這裡 證據都可以顯示出來是 整個程序是有問題的 那我想 整個來講 我們應該肯定 這個法官 其實是很認真 然後 被告的 辯護人 執行署的辯護人 也很認真 參加人 還有參加人 代理人 陳祖祥 律師 蘇敬良律師 都非常的認真 所以今天的法庭 我是覺得 蠻精彩的 那我想 最後一個點 就是 言告 就堅持 他要把 新位聲明 縮限 請求恢復嚴狀 就不恢復了 但是被位聲明 還是要請求很多的損害賠償 等等 那最主要 被告 法官也有問 說 你有沒有在之前 有沒有去找過 派定人 林秀華 有沒有去談 其實 林秀華一直都沒有出面 我想當然應該是 他是一個幫人家來買的 然後他也一下子 135萬全部用現金就可以拿得出來 那這也跟一般 交易習慣經驗法則也有不一樣 那我想他就有講述說 這個什麼新聞鬧很大 然後執行署希望 林秀華 我們 他希望我們 他不是講希望 我 不是希望林秀華 能退還 所以 其實 其實整個來講 他既然講我們 就 其實有問題 然後 這法官講說 你在行政處分 應該把它寫得很清楚一點 不能夠 這樣不寫清楚 但是 今天他有追捕理由 所以已經很清楚了 然後行政處分 他說是 依據戶表 來講 做依據 所以研告解讀 是只有依據 那個處分的戶表 可是 被告今天有解讀 他所謂的 密施 標的不存在 是用 等 所以 不是只有 一記唯一的理由 而是 一記 劣擠的是一個理由 但是 後面還有 其他的理由 就是沒有劣擠 但是他等 那等在今天法庭上已經 講出來了 所以呢 原告訴訟改靈人 想出來 他沒有表示說要撤銷 但是 所以 他也是要斟酌 所謂公益跟私益的問題 那我覺得 今天整個案情也慢慢越來越清楚了 那我們也知道 行政機關 應該要把 撤銷的理由 為了維護 所謂的法的安定性 還有行政的公益性 其實要把 內部的理由要講得更清楚 所以 我覺得 其實 現在 嚴告跟被告 唯一的差一點 嚴告認為 他只一記 說 這個 曾宋標的的 皇子 滅失一點 作為撤銷的理由 但是 被告認為 他不是一記 這個皇子的 滅失 唯一的理由 如果唯一的理由 就不會 滅失 等 所以他有個等 所以今天 把背後 等的意義 整個交代出來 我覺得 希望 被告機關 能夠再把 這個 後面的 這個理由 再把它補充更完整一點 所以 也讓人家知道 整個 行政機關在執行的時候 應該要把理由 交代很清楚 然後 應該要把 整個情況 交代很清楚 我想 這個是我們在法庭上 經過延遲辯論 然後也經過 讓很多東西能夠真相 能夠再現 這很重要 所以 我為贊成台灣的司法 正在進步 台灣的行政機關 也在司法的要求之下 也能夠更符合人權 也更符合這個公益 那我有一點要在這裡必須講的 這在法庭上 所以 有些無效 有沒有對於成經濟有利的事項沒有考量 所以這一點 如果有這一點 那澄清系案因為無效 後面的受益處分 後面的撤銷 這個就有道理 這就要直接要給澄清系 他應該有的潛意 那第二個階段 是衍生出來的 如果前面澄清系有問題 對澄清系沒有考量 那他第二階段 對於靈秀化的部分 靈秀化的部分 其實也有問題點 就是他的拍賣拍定 他並不是說 從事一個高風險的行業 因為他有沒有知情 其實靈秀化跟一般的拍賣拍定人 是不是不一樣 是不是完全不知情 還是略有知情 還有一不知情 或者是異有知情 所以這部分要考量 所以如果要考量這一點的時候 行政執行署所做的撤銷 應該把理由講得更清楚 所以這點是第二個點 這點是對靈秀化的問題 然後第三個時間點 靈秀化在把東西轉賣給第三人 這一點也是第三個點 這個東西要不要保護他的利益 那現在爭執點是要把第三個點跟第二個點一起 合在一起要來討論 就是 所以變成整個衡量點 法庭的衡量點變成 陳欣系的房子的居住權 跟靈秀化的第二個時間點跟第三個時間點 他的期待利益一起來衡量 那這個我覺得有點跳躍 所以要把邏輯寫 邏輯時間順序要這樣考慮 所以我們要斟酌 所謂人民的潛力義務 還有加上所謂行政機關的公益考量 行政機關的所做處分 其實他應該有分為以上的四個時間點 所以法院在第四個時間點 其實能夠保護人民的基礎利益 然後保護人民的所謂的拍賣利益 保護人民轉賣的利益 然後再來就是 保護有沒有在裡頭知情 或者半知情 或者不知情的各種情形的各種利益 所以我覺得這是台灣法院 其實要斟酌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把這個案例 列為很重要的案例來討論 今天是程序的案件 在高等行政法院最後一次開庭 那要定一月多要宣判 那今天審判長何怡婷就再開辯論 就讓我們再說明一下說 為什麼行政機關 他可以撤銷原來的處分 讓我們的房子又可以拿回來 還有如何去補償原告他的損失等等 那審判長我認為說 他就本件應該非常了解 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也知道媒體報導的很清楚 所以認為行政機關自我審查 把案件撤銷掉 內部有沒有懲處 他都有問行政機關說 你們內部有懲處嗎 那所以我相信 審判長一定是肯定行政機關自我審查 分署長也規見調回原單位 那內部的一些書機關派訂人員 都因此申戒寄過等等 所以本件在工藝上跟私藝上 應該有所衡量的 那至於原告他買了這個 房子派訂之後 行政機關如何補償他的那些損失 那最多就是利息保證金的問題 就退還給他 那就我們參加人 陳清徐也講他得到這個房子 他不應該被拍賣 這也是符合工法上的比例原則 我相信這樣的全程之下 應該是會比較圓滿的解決方式 那至於華燕怎麼判 我們沒有辦法去捉摸華燕的見解這樣子 好以上就簡單報告今天開庭的